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具体原因呢 我就不在视频里说了 反正如果你们有关注我的Instagram或者微博的话 应该有看到 今天第三次来录这个视频 视频的主题就是 我们的House Tour 我们搬到这个新家已经有几个月了 五个月了 四五个月 然后反正基本上现在把该买的东西啊 什么的都已经弄好了 所以呢就到了这个给你们看看我们新家的时候啦 这个新家 这个房子是我们租的啊 然后租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大概是1200sqft 算成平方米的话就大概是110几 110几平方米的样子 两房两位 对 两房两位 我本来想说两房两侧 对 两个卫生间 那不用废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这样显脸比平常圆 我最近脸就是圆了 没事是吧 我最近就是脸 我以为是我照的不好的 没事 你说呀 移进门呢就是这一个玄关 然后这上面呢我放了一个这样子的home 这个如果大家看过我上一个那个house tour的话 应该会知道 这个原先是那种就是蓝色呀还有什么棕色的 就是那种海边风格的 呃因为我们家以前住在海边 现在不住在海边了 然后而且整个家里面的家具大部分是什么金色呀 然后你住在金矿里面 就是黑色金 有个人老是拆我台 我就是属于不下去 就是黑色的金色 比如说污泥吧 所以我自己就把他们都喷成了这种颜色 就是我自己刷的DIY的 就是过程有一点艰辛 然后细看的话呢 做工有一些粗糙 但是远看效果还是可以的 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呢 我摆了一个这样子的镜子 然后它是这样子 是六变形吗 数一数 一二三 是七变吧 七变形 对 因为七变形 这是六变形 一二三 七变形 一般出门 你太多背景音乐了 我一般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 万一的吧 要检查一下 用仪表的话 这里就有个镜子可以照一下 呃 然后这一个挂钥匙的下面呢 是一个这样子的鞋柜 上面呢 摆了一个这样子的盒子 这个盒子 我主要里面放的是一些污泥的东西 就是它的狗绳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擦污泥脚的东西 就是假如说它每次出门回来 假如说脚比较脏的话 就用这个专门擦脚的纸擦一下 这个下面拍得到吗 嗯 拍不到 拍不到的话 你就是调整一下你的角度 鞋柜的这上面这里呢 是放一些购物袋 就假如说我们要走去旁边的超市 买东西 就从这儿拿那个购物袋 下面呢 就是鞋柜啦 鞋柜里面就放着一些高跟鞋啊什么的 就是我平时没那么常穿 但是可能需要就是这样子 有那个关门的那个鞋柜 给放起来的鞋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鞋 其实是放在后面车库里的 啊 这里就是一小部分放一些遛狗的鞋啊 或者是一些高跟鞋什么的 过来 这个椅子呢 就是假如说你要坐在这儿换鞋啊什么的 比较方便一些 然后也是一个装饰 进门这个地方呢 这边有一个狗狗 吴尼你过来 过来看多多去了 这个呢是小平同学的 他们以前在那个北京家里面养的 就是这种类 就是这种品种的狗 然后那次他妈妈刚好看到一个 就是跟那个狗长的一样的 这个就是叫雕 雕像的长头 就带过来 以前我们经常拿这个下午 你就是假如说他在家不乖的时候 我们就拿这个狗吓他 他可怕了 所以他现在不敢过来 现在到了那个小平同学的地盘啊 就是他的厨房 厨房是我的 食品安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然后呢就是玄关进来的话 就是到了厨房间 客厅间 饭厅 三用的位置 然后一进门 那是一个冰箱 冰箱上面有我们去别的地方 玩的时候弄回来的那些冰箱贴 然后另外一件呢 是我们美洲的计划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周日大嫂厨以外 我没有任何想法 多买一些吃的囤子 冰箱旁边呢 就是我们的灶台 以及处理食物的一个 这台子 我也不知道到底学名是什么 右边放的是我们两个人 因为现在每天要上班 上班要带饭 所以是我们的饭盒 然后拿饭盒拿开 涂水的壶 这个是一个 就是打奶昔用的一个机器 另外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喝苏大水用的一个机器 这是介绍牌子 这个叫SodaStream 你的blender是Vitamix 冬孩子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新的blender清洁起来非常的方便 下面就是这个牌子下面是一个洗碗机 自从有了洗碗机 生活就变得更加方便了 锅子上面钉了一个 有稍微有一点歪的一个 是谁钉的 我钉的一根棍 上面有5个钩子 这些钩子可以把这些厨具 搁在上面 然后就摆在外面拿起来非常方便 然后呢 同样这个菜板是你钉的 然后呢 钉到了这儿 我看不出来它歪不歪 但是这菜板反而放在这儿也比较方便 因为在旁边是这个厨房里 可能是最重要的 基石就是厨房的这个一些守则 大概呢 就是说谁弄脏的谁就要好好清理 但是如果要是你做了好吃的东西 那你应该跟别人分享 就是好事呢 都是大家分享 坏事就是你自己处理 这种像平常的作用是给污泥做饭 因为我们现在给污泥自己做饭 而不是不吃狗粮 我估计最近的东西 所以非常的方便 我们之前用那个就是开火蒸的时候 反正那个锅我知道底下是黑了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这事 反正它锅是黑了 所以现在这个就很方便 我们家食料 你也就可以留在这么大的一个锅 就是吃多少就还是挺多的 然后锅底下就是一个烤箱 再往这边来的话 这一套是我们平常吃饭的电饭锅和微波炉 然后给大家稍微的也看一下我们家的饭 像这一套大家可以看非常精致的红白的这套东西 我听说它只是自己一个人吃早餐的时候才配用的 就是说这事好像跟我没太大关系 所以不给大家做太多的介绍 这边呢就是一些杂物 你是觉得太乱了不好意思打开 然后这边就是很乱吧 但是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都是吃的 实在是也没有啥办法给它摆的好 所以其实你如果要是能让这视频 如果要有人看到有一个非常好的情话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就是我们家这些泡面啊什么的 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再来 不知道应该怎么放 这边呢是一些也是一些吃的 更多的一些小的吃的 对 厨房这一边就是冰箱的对面呢 是一个用餐的区域 这就等于是我们的餐厅 因为这个家的客厅没有非常大 所以就没有完全区分开客厅跟餐厅 我们就把桌子靠墙这样子放到了这 这个桌子是我以前跟大家推荐过的 一家的桌子 这个桌子非常好的 就是它这个其实是可以这两边都收进去 就变成一个小的正方形的桌子 就是把它拉出来的话 就是大概可以坐个七八个人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用途非常广 非常好的一个桌子 然后桌子上面呢 这里摆的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过滤水的那个净水器 因为这个新家这没有那个直营水啊 或者是冰箱上面没有直接出来可以喝的水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 它等于说是在上面灌了水 然后它会自己有一个滤芯 然后过滤了之后下面这些水就可以直接接着喝的 这个桌子上呢摆了三个这样子假的植物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家你们那家看到的植物80%都是假的 可能里面只有几个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养不活这些植物 上面呢这里是一些装饰画 它摆了一个这样子的叶子 反正就自己DIY了一下 这一个画是我妈帮我弄的 她说就是餐桌上面的画就是要摆食物 所以你们看到这里是食物 然后这里是两个人那个吃冰淇淋的这个照片 其实这两个人并不是我们俩 但是我妈说可以假装是我们俩 就是别人来到我们家看到这个照片 会自然而然的以为是我们两个拿着冰淇淋 现在呢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家的客厅啦 客厅就是餐厅旁边 这里就是客厅 这个是一个沙发 这个沙发是我们这一次专门为这个新家挑选的一个沙发 因为之前呢是旁边的这个红色的沙发 我们就觉得这沙发实在太小了 因为家里来客人都没有地方坐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买了一个这样子三人坐的沙发 这个沙发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沙发这样子摊下来呢 就是一个可以睡一个人的那个沙发床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假如说家里来的客人是一个人的话呢 可以就是睡这个地方 或者是有些人换错的 觉得我也没可以睡的人 你是说你吧 我公司某些人 然后这个沙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它旁边有两个像电影院的那种 就是可以放饮料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那个摇喝器 因为这里呢是我养的活的多肉 这是我们家为数不多的活的植物了 水果啊 要多放一点水果 每天就是要吃多种多样的水果 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红色的沙发 这也是皮的 我们家沙发都是皮的 因为如果你们家又养狗的话 因为指导家说你是布的沙发的话 真的那上面沾了毛 非常难打理 而且很容易脏 但是皮的沙发呢 就会好很多 就直接拿吸尘器吸一下就可以了 说到吸尘器 旁边这里呢 就挂了一个吸尘器 我觉得把吸尘器挂在墙上也是挺方便的 反正要用的话 你直接拿下来就好 在旁边这里就是我们的电视柜 以及电视啦 就是柜旁边这里放的这个植物跟这个植物都是假的 只有旁边的那个叫什么 蝴蝶兰 蝴蝶兰是真的 这是我妈买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买这种东西 这个电视柜以前我们是喜欢把那个东西 像杯子啊什么都放在这摆出来 我现在呢是买的这样子的框 这框我好像是在Target买的 就可以用来收纳一些污泥的玩具 或者是一些遥控器啊 或者我们的游戏机什么的 放在这儿 收纳到里面看上去会稍微整洁一些 话说你把我游戏机放在这儿 游戏机不告诉你 我在这儿不准玩游戏 然后在旁边这个上面这里 也是在Target买的一个那个时钟 我觉得这个时钟还挺好看的 跟我们家木地板的颜色也挺像的 但是就搭在一起感觉还比较顺眼 现在呢这里是一个长长的走廊 这个走廊呢就是有这个四个卫生间 然后还有两个房间 我们来看一下吧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 其实这个卫生间就不是介绍 我们来好好吐槽一下这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呢 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小小的水池 然后呢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水池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们想要放 比如想放一点那种清洁的东西 都没有地方放 这是只能放一个洗手液 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也就有了一个 这样的装牙膏 牙刷以及杯子的一个挂在墙上 非常好使的 这么一个系统 因为这个卫生间里呢 是什么可以放东西的地方都没有的 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想办了 比如说在墙上盯了一个架子 这架子可以放护肤品啊 以及一些好卸妆的东西 我不知道 反正都不是我 你说介绍一下是什么牌子的东西 是灯好嘞嘞 对 大小的 灯好嘞嘞嘞 这个镜子旁边灯下面有两坨植物 大家可以猜一猜是真的还是假的 告诉你咱们是假的 然后这些植物呢 是让整个的这个卫生间看上去特别的像热带雨林的感觉 这个洗手池旁边呢 有一个木头的一个收纳架子 也是扇形 这样可以很好的利用我们这块的这个空间 收纳架子旁边呢 就是我们的马桶了 马桶上面有一个绿色的植物 让大家有亲近大自然的感觉 然后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马桶 这个马桶真的是让我有点尴尬 大家看这马桶 如果是 就这马桶 其实你没看上去没什么奇怪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想这是个家里的马桶 它上面没有盖子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是我们想在网上找盖子都不行 因为它都没有那个黑方盖子的地方 它就等于是钉在这个马桶上面的一个这个马桶的座面 非常非常的奇葩 然后呢 这边呢就是我们洗澡的地方 这个洗澡的地方呢 不是浴缸 而是一个站的地方 因为毕竟其实在家里很少浴缸 从来没有用上过再有浴缸 厕所的另外一个门进来呢 这对着就是另外一个可以进卧室的门 卧室的门后面 我们把帽子都挂在了这个后面 这样的话平常也看不到 但是如果出门的话 就要找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再过来是一个小电视 以及一个比较复古的小书轨 虽说是书轨 但是我们其实拿来就是装游戏啊 之类的东西不是非常好 然后那墙上呢有一些 画就是风景啊 还有一些花之类的 感觉是睡觉之前如果你看以前这个的话 应该会比较的舒坦 大家可以看到油面而来是一张还可以的床 什么叫还可以的床 是queen size吗 queen size对 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以前人家说就是我们两个睡queen size太小了 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两个要买queen size的床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还是稍微离近一点比较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冬天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冷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睡的离得稍微近一点的话 能够暖和一点 这个床单呢 是他在你在淘宝上买的 反正是从国内带过来 说话妈给背过来 特别的舒服 床上面呢 有很多个月亮 这有两盆更多的假的植物 还有那边还有一盆三盆假的植物 让你又在大自然里睡着 这边呢 是一个书柜 书柜上摆在我们俩之前上学的时候的书 尽管可能也没什么用 这辈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看一看 然后呢 这上面还有一些我们的杂物 以及更多的杂物 以及更多的杂物 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污泥的 我给污泥画的自画像 不是自画像 放一根框正好能够放在脚里 我们每天会把脏衣放到里面 当这个包快满的时候 就会去洗衣服 这是 这是他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 需要导食很久的这些东西 里面有什么我实在是不清楚 就每天把涂的油啊啥的 反正都在里面 你来给大家自己说一下 反正下面这个床头柜 会是我在宜家买的 这个非常好 哦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后面这个窗帘 有点长了 所以就是看上去 底下会有一点那个皱板 哦 就凑合用吧 行 行 可以 好 然后转过来呢 就是我们的衣柜啦 衣柜一分为二 左边是我的 右边是他的 哦 不用看 不用看 看你可以打开 可以 你觉得可以给大家看吗 可以 我觉得我们说出来还行 还可以 那就是大家的衣服 这边是他的衣服 这边是我的衣服 然后我们上面放了这样子的这个架子 这个要不然你只能放一层衣服 这样可以放很多很多的衣服 我们俩的衣服稍微的有一点多 这样的一个 手法 其实对我们俩来讲是非常好 关起来 关起来 接下来我们就到我的工作室来看一下 就是我平时录视频还有化妆啊学习的地方 我现在是把那个化妆桌跟我的书桌等于说是连在一起了 书妆台以前就是这样宜家买的这样子白色的那个家具 这次呢我也打算就是在这个房间里 全部用的都是白色的家具 其实白色是最好统一的颜色 如果想要有一些特色啊什么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找那样子的家具 所以宜家的这种 这个叫Alex吧这个系列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想要有 你想要什么尺寸的都有 我这一次呢我这一次呢是买了一个最长的这个桌板 然后右边这里放了一个五层的这个抽屉 这抽屉里面放的这个抽屉呢就是我所有化妆的东西 上面呢就是一个化妆镜 最上面这个地方放的这个收纳 我之前在Vlog里面有给大家看过我安装的一个过程 这个其实也都是在宜家买的 它是这样子的收纳盒 所以说这个收纳盒拆取啊什么的都非常方便 如果你以后的东西更多的话 你可以在中间再加一个 或者在上面再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叫什么横杠 也可以继续挂东西 在上面这里呢放了一个时钟 这个是在淘宝买的 这个小的那个叫什么睫毛 眼睫毛也是在淘宝买的 我感觉好像这两个搭起来还挺配的 因为都是这样黑白的线条 在下面这里呢是一个我们自己组装的化妆镜 这个镜子是可以这样子调光线的 所以也非常方便 我调光线倒不了 下面呢这里就摆了一些就是 我平时化妆都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这里还有一个收纳盒 里面放的都是一些粉底液啊什么的 在里面这里呢就是我的书桌啦 书桌这个上面呢摆的也是像我以前书桌一样 一个放电脑的架子 然后一个这样子的桌垫 旁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放胶带的 一个胶带的柜子 在上面这里呢摆的是一个这样子 用一些这样子的画拼起来的一个装饰吧 我觉得这个墙上贴这个呢是我比较满意这个家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感觉好像它像是一个连接一样把我的书桌跟我的化妆桌连接到了一起 然后上面这个风格整体呢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所以喜欢 跟那个化妆的地方一样也是放了一个这样子的收纳的架子 但是这上面摆的全部都是笔就是我平时做手杖啊或者是之前学习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再在旁边这里呢又是一个收纳盒上面也摆的全都是一些小东西 然后这旁边呢我摆了一个这样子九层的也是一家的柜子 这个就可以收纳非常多的东西了 上面这个小抽屉里面呢摆的就是一些小物件 像一些充电器啊或者是一些手杖的印尼或者是一些反正小装饰品吧 上面这里也是一个收纳盒摆的都是贴纸 然后那边放的都是一些便利贴 也是一个小一点的衣柜 放的都是我的衣服 因为我衣服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可能需要多半个衣柜这样子 这个梳妆台旁边呢是一个柜子 我以前的家其实就拿这个柜子放我的包包 但是我现在包包都放到那个衣柜里面了 所以这个柜子呢就变成了像一个展示架一样的东西 放了一些我的口红还有一些装饰品 这里放的是一些本子 上面这里我相信大家应该会 就是关注我时间比较长的朋友应该会比较熟悉 就是我的娃娃呢 以前这个是我的拍视频的背景 现在我把它们都放到了这个上面 再在旁边呢这里是一个全身镜 全身镜呢就是我之前想买回来的时候 它是你家的那个黑色的镜子 然后我就觉得黑色跟这个家就不是很搭 我又自己买了一罐漆 然后想把它刷成白色 结果刷的非常的丑陋 就是完全不能近看 就只能远远的看一看 远远的看一看 从这个角度看后面那黑的那个 这个粗枝烂灶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旁边这里呢放了一个这个挂 应该是宜家用来挂那个围巾的一个小的架子 我现在就把它用来挂我的墨镜 因为之前墨镜是放在盒子里的 但是发现有点不够地儿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样子的 两个把它挂在一起 下面还可以挂更多的墨镜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很多墨镜 你就可以从最上面的一块 往下挂起来 这个洗手间呢 基本的构造跟之前那个洗手间是差不多的 我们就在这上面订了两台这样子的储物架 上面放的就是一些牙霜呀什么的 然后这里放的是我的弄头发的东西 因为我平时化完妆之后 就直接回来这个卫生间 然后整理一下我的头发 这个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又打哈枪了 整个视频的卫生间打哈枪的声音 然后这上面呢 放了一个这样子 放吹风机的一个架子 这个时候我自己非常喜欢 也是我妈从国内给我带过来的 这个吹风机架子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线可以缠绕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家现在这个地方 你们知道的就是 之前一个小间没有地方储藏东西 这个小间也同样没有地方储藏东西 所以说这个吹风机的话 放在墙上是一个最好的收纳的选择 后面这里呢 还有一些小的收纳空间 可以放一些弄头发的一些发油啊 或者是什么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我放的一幅画 然后上面也是仙人掌 下面也是一个假的一个绿色的字物 都挺拉皮 然后卫生间一般我都会放一个这样子的阔箱 就是会味道好闻一些 在旁边这里呢 就是一个放浴巾的地方 对面这里呢 有一个多余的这样一个空间 以前那个家有一个做好的一个收纳架 所以我的护肤品都放在那儿 但是搬到新家之后 我发现没有地方放我的护肤品了 所以我就只能自己又买了一个这样子的 在宜家买了一个四层的柜子 因为我们这个卫生间 其实一般是不会有人来洗澡的 所以说在这儿放收纳的东西 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这上面呢 我摆了一个这样的小冰箱 旁边这里呢 是我以前用来放那个吹风机的地方 我现在就放了我的卷发棒 在旁边这里呢 是一个冲牙器 这个也是牙医说的 对口腔健康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主要是要坚持 我觉得我现在坚持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然后下面这里呢 这个柜子放的就是一些 我的护肤品的囤货啊 或者是换季的时候 不用的一些护肤品 我都会把它们放到这个柜子里面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然后呢 放的主要都是一些面膜 我的片状面膜啊 还有一些罐状的面膜 我都放到这一层 就每次我想要敷面膜的话 就打开这个柜子 再在下面 这一层呢 都是一些囤货 你们看到都是一些没有开封的东西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 然后最下面一层呢 就是一些杂起杂大的玩意儿 汪泥 汪泥像队伐座一样 坐在角落里 让给大家看一下最后这一个小小的 给大家看一下最后地方 这边的门呢 就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地方 也就是传承了车库 嗯 传承了车库就没啥吃饭 这是洗衣机和烘干机 上面有三个不同的柜子 三个柜子各有各的用途 第一个柜子让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除了paper towel以外 剩下的东西全是污泥的东西 嗯 第二个柜子呢 都是剩下都是跟清洁有关的 这是有拖地的东西 以及擦地的东西 还有我们的纸巾我们的纸巾囤货 对我们的烧小子costco costco非常好 然后这边的是洗衣服的东西 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玩的事 就是明明有三个柜子 洗衣服都会放在完全没有洗衣服 和烘干机的柜子里面 那这是谁的原因 这是我非常天才的设计 因为我一开始有割错 然后剩下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然后后面有一个放包的地方 我放的是某些人要去上班用的包 以及我去gym用的包 还有一个我从来不用的包 然后Wunny想出去了 Wunny 走吗 走不走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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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以上视频呢 就是我们的house tour 不知道大家对我们的新家满不满意呢 反正我们自己是挺满意的 我很满意 我也很满意 然后除了马桶上面的盖没有 就是有一些小小问题 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住的这四五五个月在新家 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毕竟到了LA这个地方 现在不管是买菜啊 还是吃饭啊什么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嘞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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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